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香糯可口的金沙南瓜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南瓜我比较推荐这种日本小南瓜,吃起来非常软糯,皮也比较软 另外这里我用的是买来的咸蛋黄 如果你用的是咸鸭蛋,煮熟了把蛋黄取出来也是一样的 400克南瓜用4个咸蛋黄就行了,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所以多加了一个 咸蛋黄隔水蒸5-6分钟,把南瓜芯挖掉 切开,然后都切成大约1公分厚的片 如果你用的也是这种日本小南瓜,不一定要去皮,做熟了皮也是软的 如果是其他的南瓜就要去一下皮 切好的南瓜片倒在水里,把它们清洗一下 洗完捞出来以后滤干水分 如果你着急做,可以用厨房纸来适当的擦干水分 表面撒一点盐,因为这个南瓜表面有水 所以撒了盐以后垫一下盆很容易的 它就可以在南瓜上分布均匀了 我们一共准备了50克玉米淀粉,分几次加入一共大约30克的玉米淀粉 每加一次就垫一下盆,使得它们在表面分布均匀 如果最后撒进去的粉有一点沉底了,可以用筷子搅拌一下 咸蛋黄蒸好以后,趁热用叉子把它压碎 这个也要趁热,如果凉的话不太容易弄碎 锅里加油,加热到160摄氏度 如果你没有温度计,先下一块南瓜试一下 周围起小泡泡,这个油温就可以了 准备20克左右的干玉米淀粉,南瓜片下锅之前再沾一下干粉 依次不要下太多南瓜片,以防油温下降太多 用中偏大火,不要经常翻动 南瓜片炸的时候只要翻一次,一面大约45秒左右 直到用筷子一扎,轻易扎透就好了 记得不要炸的太久,不然皮可能会有点硬 把炸好的南瓜片装盆 我们现在来听听声音 非常酥脆,炒锅里加少许油 微微热后加入碎咸蛋黄,用小火翻炒 炒到微微起泡后,加一汤勺左右的米酒去腥味 然后继续翻炒 看到开始起大泡泡了,这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把炸好的南瓜片下进去,搅拌均匀 使得每一片南瓜上都挂满咸蛋黄 这样好吃的金沙南瓜就做好了 外皮有一点点脆,内里非常软糯 浓浓的南瓜味加上咸蛋黄鲜香,非常好吃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